李小龍 李小龍是第一位 全球最知名的香港明星 時至今日 亦是本港最負性命的人物 他不只是高負好的就行了 他由他自己的中華熱血 那種感覺 他只是擠出來 再用他的武術 再令所有人 信服 例如第一部唐山大興 李小龍飾演的鄭朝安 剛好說了一個好字 是當地華僑英雄的角色出來給他 而配入他自己個人的身手 和他自己個人的一種 表演的魅力出來 第二接著就去到精武門 精武門陳真裏面是真身正正 一個民族的英雄 為中國人為壓迫的一群 去出一口氣 而第三 他開始都是用這種關係 不過我把這一腳 撈出海外 是海外的華人 去出一口氣 將我們中國的武術 我們的文化 帶到海外 而第四步 亦都是說 他隱喻 亦都是 愛國接納了我 你要求我去做事 我們中國人 有我們中國人的方法 去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 李小龍於1973年離世 香港影壇不久 就碰出另一位英雄 盛龍 旗位 警惑 很酷 也很酷 endlich